以现在的一个局势来说 阿末扎西在党主席这位置上 对安华是有利的 第一个他有三个点 第一点 阿末扎西他在这位置上 老实说是不稳的 所以他必须很需要安华 所以这对安华是有利的 第二 阿末扎西今天在党内 所有的资源的分配 跟官位的分配 都是跟安华这里合作而有的 他也只有用这些方式 他才能够在巫统里面掌握到他的派系 让他的派 因为我们都知道 巫统之前分成三大派系 那么他这一派之前称为官司派 而现在你就看到说 他的官司派已经壮大 其他的官职派以前的部长派没了 然后以前的党职派 就是这个阿末扎阿山的这一派 已经跟他合作了 而他能够把这两派合作起来的 关键就是我提供你官位 而他今天是能够有掌握这个分配权力 就是跟安华合作 所以他不能够没有安华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 如果巫统业强大的话 对西蒙老实说不是一件好事 他必须是适度的存在 然后为西蒙提供一定的帮助 可是他不能够强大到反过来 威胁到西蒙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巫统党主席如果是一个非常畜色的人 他就压过去了 对这对于西蒙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所谓帝王的平衡数 你姑且说任何做一个领袖 他都会要做一个平衡的 如果你是安华 你会让一个非常畜色的人来做党主席呢 来做这个巫统党主席呢 还是你会保留类似阿曼·扎西这样 在党内又有一点问题 在党外也有一点问题的 然后他又可以通过资源来掌握跟分配给党内 继续支持他的人 感觉他的扎西就是最佳人选了吗 就是以现在一个政治局势 当然你说未来他还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以目前而言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人选啊 阿曼·扎西以前都已经是安华的麻债了 那么多年来啊 既我们常常不时听到的一些录音 以及各种其他的证据 这种实实在在的证据 他跟这个安华都藕断失联的 私相往来的 即便两个人是在所谓最敌对的阵营的时候 一个代表巫统 一个代表西蒙的时候 私下都有往来的 哎怎么样啊 你那个党选啊 你要小心哦 你要过后过后抓 这样 所以证明这两个人是很能够合作 他们以前那种族谱 关系哦 还是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的哦 所以当然有他在的话 这个巫统继续 跟这个团结 跟这个西蒙合作的这个可能性 就大幅度的 不想提升啊 继续维持这一点嘛 你换了一个人来做 那个人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些主张的嘛 是不是 那么这些主张也许是说 不可以哦 也许是也是要来跟风的 马来人好像比较支持那一边 所以跟那边合作啊 巫统长久利益可能比较好哦 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然后就不跟 就不跟这个安华合作 比如说马哈山啊 他跟安华有什么渊源哦 假如我们有记错 应该是安华离开了巫统之后哦 他才从那种企业界被拉进去巫统 所以跟安华是毫无渊源哦 不像 不像 Zahid这样以前是安华的马前驻 炮打 马哈迪啊等等哦 是不是 所以是完全不同 更不用说这个 什么Johari这种咯 是不是那种更加是Junior了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这种想法的哦 不过话当然也是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是过当去对面跟这批 这个伊斯兰党 土团党合作哦 很现实的嘛 你一席不够人家多是不是 你这边你跟安华 对你还蛮尊敬啊给你啊 虽然不能说平起平坐也算是 货真价实的老二啦 是不是 你过去那边一定是被土团党 以及伊斯兰党指指点点 老三就老三啦 要知道自己的第一位一定是这样的嘛 所以当然他们也要小心这一点啦 但是就说 你换了人去做 对安华的忠诚度就很沉溺的咯 而且刚才是大家在提到Zahid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 我之前在Gomba的一个Therama上面 刚好那个GombaTherama 是有Zahid还有安华同台嘛 然后我能够感受到 其实Zahid是给足了安华面子 或者是给他一个空间 当安华到来的时候 他立刻终止他的Therama 让安华 大家去欢迎他得到来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其实他们现在的关系 其实是蛮融洽的 而且是互相是有给彼此足够的尊重 我觉得尊重可能是他们 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党主席 他们需要的一个感觉 对 你知道他的地位啊 以前在武统的时候 他应该是比Azmin还高的 就是说 他是安华的 首席马仔的 Azmin虽然也是安华的秘书 可是还是比较Junior一点的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好到这种程度 而且像我所说 多年以来要毫断四年 所以这种合作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 坦白说 什么各种案件产生 我肯定是 但是问题是 你是要看到这个形式吗 这个形式你要维持这个团结政府 一没有团结政府 那边就来了 你看我们的哈迪同志 就说得很直接了 说假如我赢了这些州选 我就准备推翻联邦政府 这样来讲法 你看得浪得浪了 已经完全不用掩饰了 所以这个 就是说目前来讲 这个也许不是最好的 是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好这些组合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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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